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月份的中国出口的业绩又在下滑了 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人报呢 对中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是表明这个经济还是有下行的压力 还是继续往下走 为什么不报呢 为什么不让百姓知道呢 再来第二个 关键处见其从容 中国经济任性十足潜力巨大 还是在这边自己在那边忽悠自己的东西 然后在最后来最后一句话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 你看下面一个 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的N个理由 这理由好到我数不清了 我给你N个理由 这又是在这边自说自话的事情 你这里头你完全看到 看不到中国昨天的A股 又在这个A股 这个上证这边又在下跌 你也看不出来 而且即使有报道了 所谓上证在下跌的情况下 你也看不到他们在解释是 到底是为什么 是什么理由上证在下跌 好像是说在 我昨天有提到 在消息面跟这个市场面那边 你完全看不出来 这还是香港的昨天 香港今天的消息 说什么呢 说这个沪深股市出段 就是昨天一开盘的时候 已经跌了20%以上 这话呢 还是跌下三天点了 在2009左右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一直往下跌 那这些东西他这样子讲 他也没有给理由啊 这当然香港的角度是有给理由了 可是如果再看下一面 如果你在看国内自己 中国自己内部的报道 还是没有跟你讲出任何理由的东西 这就是这个很简单 就是上证指数 在这个开始的时候 昨天收了2900 然后今天开盘是2800 然后最后两天 那么照这个 昨天这个情况来讲是 一下开盘就是又跌下2900了 然后后来陆陆陆续又拉回来 但是这整个这个来回 这种摆动的事情 在这个国内里头 你基本上看不出交代是什么原因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中国中国中宣部下令了 所有的有关于讨论美中之间贸易的事情 一概不准发出 一概不准上网这些事情 但是你看到这个老百姓 有一些有一些 有一些愤恨的话 你看第一有人说 他说我们的市场 谈不当是投资 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市场 我在里面经过二十多年 也没有看出什么是投资 也不知道怎么去投资 这很难啊 很难去做这个事情 再还有人讲说 他说之前说是会在 三千一到三千三千一三千一百五十点之间调整 马上来一个这个穿透两千九百点 现在又说要在两千八百点中调整 会不会马上又来两千六 专家可以靠谱一点吗 那基本上这是等于说股民根本就不知道 即使股民有这种抱怨 股民在网上有这种抱怨 还是没有办法说清楚 为什么你从三千一百五三千一百 三千一百点到三千一百五十点这边调整 因为掉了又掉下两千九 那是为什么呢 也没有交代 因为你没有交代 没有讲清楚的话 老百姓就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到现在为止 整个中国这边已经是 已经是把这个老百姓的资讯 严密跟污哨 完全在透不过气来的地步 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你用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等于是美国人拿刀拿枪杀到门上了 那门里头的人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你把门关起来 不让你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美国眼看着就打进来了 但是老百姓都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把门关起来 不让你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这个不是跟满清有什么差别呢 跟满清当初这个 这个末年这个闭关自首有什么差别呢 你让老百姓自己弱到不行 政府的官员跟能跟这个高层 无能到不行 而且你还要让老百姓去承担这些事情 这简直是完全 就由现代国家来讲 完全说不过的事情 那么我们能看到这还是台湾的这个报道 所以这个川普对于 因为用川普不是用特朗普 你看这应该是港澳的报道 那么对于这个下 然后我们这边才看得出来说 OK中国股市今天继续下挫 除了上证第二段 除了上证指数开盘跌超过2%之外 开盘指数直接跌破2900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已经在第一段说了 川普下令对中国2000亿这个商品 这个增这个25%的惩罚性关税等等 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然后这雅股跟着下跌 所以这有一个事情的交代 即使这么一点点 还也是有个交代 可在中国你完全看不出来这个交代的情况 那更不要说更不要说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中国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在最后关头 那个出尔反尔让美国这边让川普大怒 也没有你不可能交代这个事情 那中共应该了解到的事情是说 假定你在跟任何一个国家在谈判的情况下 你要有老百姓作为你的后盾 有些事情你可以用名义来去跟美国去对抗 因为你可以说我的老百姓没有办法接受 我这样做 但是中方完全没有这种能力去震动 没有能力因为他的民意不知道在哪里 他的民意完全是封锁的 完全是脆弱的 完全是不知道任何发现事 发生任何事情的 所以你不让民意了解 民意就不能够讨论 不能够讨论就不可能有成熟的这个 成熟的结论出来 那当然就不可能成为政府坚强的后盾 如果是有坚强的后盾的话 那根本全部都是一个爱国主义情绪下的一个产物 而不是真正理智下的产物 那么就美国人来讲的话 就完全是完全 就美方来讲 都完全是一个理智性 理智上跟这个不同的国家 所做出谈判的一个说法 完全不牵涉个人的情绪 也牵涉不到彼此的这个爱恶憎恨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如果中方还是把这个讯息这样 继续让压迫 这样打压不让知道的话 那这个永远没办法进步 也没办法改变 所以才会发现 才会出现是说 我们最好不要透过立法角度 我们用一些行政命来做这个事情 还是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忽悠美国 以为这个可以把这个川普 因为认定川普急着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这个 这个有个所谓协议出来 能够向他能够交代出去 所以他也许看准川普 这一点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中方还是 这个在这个回到他自己原有 跟美国打交道的这样子思维跟模式 而他不了解的是说 川普现在这个总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中方现在必须要面对 要跟认真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这个刘鹤如果现在来的话 那么照现在美方的这个做法 跟川普今天这些口气来讲的话 而这个中方看出来 他提出这个文本 基本上没有什么退步的这个这个这个理由 而且他再把它收回去的话 那么自己中方本身又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看起来刘鹤这次来呢 而且只有一天的时间 看起来不会达成任何一个突破性的 这个所谓历史性的这个协议 可能在这个其他后方各方面啊 可能做一些弥补的这个弥补的措施 然后呢就是给川普 给了川普充分的弹药 要在这个2020年这个选举之前 一直用没有办法跟中方达成协议的这个角度 持续的这个攻击中方 攻击这个中国 然后在他这个选票里头 能够显示他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在这一点上面呢 他持续会用这个东西 加上这个移民政策 持续的来为自己加分